泰國突然發布了全國的戒嚴 在旅遊界投下震撼蛋 因為從今年的1月開始 泰國的紅山軍黃山軍輪流上街示威 就已經衝擊到了旅遊業者 今年第一季開始呢 現在讓他們到已經下跌了六成 而也讓週五登場的旅展 現在因為戒嚴的關係 業者要忍痛砍架 原本曼谷自由行7999元 現在業者決定還要再折1000塊錢